记者冯亦宁综合报道,今年68岁的香港漫画大师黄玉郎,与昔日玉女明星尼师辈曾经过一段情,去年12月黄玉郎突然透过律师发声明,表示要争取儿子的监护权。 昨、六、日黄玉郎又再度行动,发表声明表示会向监护委员会紧急申请监护令。黄玉郎身为香港漫画解教腹肌人士,龙呼门更是他的经典之作。 1999年黄玉郎与尼师辈相恋,两人隔年生了一个儿子Royne,但一直没有注册结婚,后于2004年分手,分手后尼师辈移居新加坡十多年,去年终于回到香港定居,根据他本人表示,这是为了患有自闭症且正处于青少年期的儿子所做的决定。 尼师辈相当疼爱儿子,经常在微博晒照,展现母子两人的好感情,但这并不表示一切都风平浪静。 尼师辈曾以由所指的在社群网络平台留言,标识儿子被某人照顾过后,突然报寿,原本身材高大健壮,竟搞到要喝营养奶粉才行。 去年12月黄玉朗拉凳子入座,大行动发表声明,表示他没照顾过自闭症儿子Royne。 昨天的行动更升级,黄玉朗表示要紧急申请今年18岁儿子Royne的监护令,原因是有人曾对Royne做出身体上的袭击,还透露尼师被有自杀倾向与意图。 黄玉朗还在声明中表示,自己不是不照顾儿子,多年来都有汇款给尼师被,数字超过八位数,希望作为养育儿子之用。 尼师被本人则对这些风风语语不语回应。 尼师被曾来台湾发展,是一代育女明星。 翻摄自网络,尼师被,又,与儿子Royne感情相当好。 翻摄自尼师被微博,黄玉朗为香港漫画界一代宗师级人物。 翻摄自黄玉朗微博。